第四百五十五集 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 凤青音一向也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她分明觉得 这个凤九身上确实有凤九儿的味道 可是眼前这个男子分明是个偏偏美少年 他们一起眼眸 始终没有放过凤九脸上 甚至眼底任何一个表情 你若是医术真的好 那就给本宫把麦看看吧 一众的宫女太监 伺候着贵妃娘娘 从天机堂的大门走进去 身后还有一队的侍卫跟着 这样的阵仗 一般普通人家的老百姓 哪里还敢进去看诊呢 虽然天机堂 并不仅仅只是个诊所 不过药材生意 一般都是预约在谈 这会儿能进门的都是来看诊的 天机堂不仅仅只有凤九一个大夫 一般的患病都是下头的大夫在处理 现在清贵妃一来 整个天机堂的大门是没有任何平民敢靠近的 凤青音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进天机堂 堂内还有不少的百姓在看诊 凤九这个天机堂 弄得和二十一世纪的医院有那么点像 根据病人的病症 从问诊台开始导流分流 不同的病症的病患分到不同的科室 这里还有专门的发热门诊 一开始大家是看不懂的 但随着凤九的名气越来越大 大家来了之后也都习惯了 而且这里的大夫不少 凤九所挑选的专职大夫 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不错的医术 给病人对症下药效率更高 现在的凤青音进去之后 顿时就皱起了眉 里头的空间大得有点超乎她的想象 这格局也完全不是她能预料的 不过最讨厌的还是 这里竟然还有平民百姓在看诊 凤青音眉头一皱 身边的宫女立即尖着嗓子道 大胆 娘娘在此 还不赶紧过来叩拜 娘娘 谁知道忽然来了个什么鬼娘娘 还以为只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来这里看诊呢 宫里不是有御医吗 宫中的娘娘怎么会跑到宫外的医馆来看诊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不过 看着那位娘娘身后走进来那十几个凶神恶煞的侍卫 大家也都怕了 一个个颤颤巍巍的过来叩头行礼 小樱桃气得握紧了拳头 差点忍不住冲了过去 这里 大多数都是病患 人家都是带着病过来的 这个时候 每个人的身子都不舒坦 有的还行动不方便 凤青音这虚伪的女人 为了要自己的面子 竟然完全不理会这些 让病者的人给她行礼 还要脸吗 凤九轻轻拉了她一把 小樱桃心里再有什么气 也是不敢乱来了 他们现在 毕竟是用别的身份在做事 要是让凤青音将公子认出来 这个事情可就搞大了 但 看着生病的孩子老人 给眼前这个坏女人行礼 小樱桃心里实在是不舒服 她相信 公子心里也一定难受死了 那宫女见大家来行礼 一脸骄傲的模样 可还是不高兴 冷哼道 贵妃娘娘 要在这里看诊 你们这些贱民 都滚 啪的一声 毫无由来的一个巴掌 打断了宫女所有的话语 没有人敢相信 这根本就没有半点征兆的 凤九神医 竟然打了这宫女一巴掌 这是为什么 虽然大家心里 对这个宫女 也是厌恶的很 有人教训她 大家不知道有多欢乐 可是为什么呢 没有人能够想明白 那宫女和凤青音 自然也是更想不明白 身后一众侍卫 更是不明白了 这个神医凤九 是傻的吗 贵妃娘娘的人都敢打 你 你打我 那宫女 愣了片刻之后 顿时气得红了脸 指着凤九 扯着嗓子尖叫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娘娘 娘娘 这贱民 爬 又是一个巴掌 快准狠 那宫女 被打飞了出去 咚的一声 撞在桌角上 滚了下来 趴在地上 除了惨叫 连爬起来的力气 都没有了 凤青音 彻底被激怒了 颤抖着手指头 指着凤九 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 一切的变故 实在是太快 快得让人 有点措手不及 连凤青音 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 真的感动她的人 十几个侍卫 也是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猛地涌了上来 将凤九围在中间 病人们 吓得四处躲避 都想要逃出去了 今天也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刚才凤九先生 出手打人 虽然他们心里 都在称快 可是对方是 贵妃娘娘的人 大家心里害怕呀 你 凤青音 指着凤九 气得一张脸 几乎都要纠结扭曲 你竟敢 你 来人 娘娘 在下已经 帮你教训过这个贱奴 娘娘 就不要动气了吧 凤体要紧 凤九 淡然笑道 凤青音一愣 完全反应不过来 她是什么意思 谁说 她要教训 她的宫女了 她分明是想要 撕了眼前 这个不男不女的贱民 她一定是凤九儿 一定是 要不然 她怎么敢 圣上仁德 素来爱护百姓 就算是和平民百姓 一起同吃同喝 圣上也是乐意 更何况 只是和百姓一起 在一家医馆看医呢 凤九的声音 虽然不大 但整个大堂这么多人 愣是一个个 都听得清清楚楚 被十几个侍卫 恶意包围 凤九 面不改色 一贯的风轻云淡 她道 娘娘天生福相 皇家气息浓重 生来 就该是皇家贵族之人 如今娘娘 还是六宫之首 将来 凤九的话 没有说下去 继续说下去 那就是大逆不道了 不过 她话中的含义 却是所有人 都听得明白 现在就连南门戎 也不过是戎妃 只是个妃子 眼前这位 可是贵妃娘娘 目前宫里 唯一的一位吧 凤九神医 说她是六宫之首 这贵妃娘娘 也没说什么 看样子 后宫现在 确实是她的掌管 那么 只要再有些功绩 从贵妃娘娘 到皇后娘娘 也不过 就是一步之遥了 这个年代 可没有皇贵妃这么一说 皇后下来 就是贵妃 之后是妃子 总之 这位清贵妃 要当上皇后娘娘 可能性很大呀 不过 凤九这么说 到底用意何在 凤九盯着凤青音 依旧浅笑道 娘娘 贵为六宫之首 自然会和圣上一样 爱民如此 我说的没错吧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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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